中文常见的一些错误 我这边列出50个 现在人写错字写别字太多了 我就挑出来常见了 然后我自己造句 所以这个50个句子都我自己造的 然后我先念一遍 你看看能不能看得出来 其中哪些只是错误的 先念一下 根据你的报告 公司高层已拟定的应变计划 这每个句子都有一个错误 我妈妈对我的女朋友的印象不太好 我非常赞成你的讲法 回想起以往发生过的事情 我真的有点后悔 我肚子有点痛啊 最近的医院在哪儿啊 究竟要吃牛排啊 还是牛肉蜜啊 真的很难抉择 不要老是待在家里啊 出去走走吧 我女朋友啊 不再喜欢我了 让我先想一下 你晚一点啊 稍后啊 晚一点啊 再告诉我答案啊 我的老板真的很暴躁啊 动不动就发脾气啊 各种毒品啊 荼毒年轻人很深啊 大家这样念法是各种毒品 查毒年轻人很深啊 大家这个很明显的错了 停电了啊 我们点个蜡烛吧 哇 你的房间里有好多首饰啊 疫情期间啊 像COVID-19啊 这疫苗正奇货可居啊 我老板说我的工作完成的很完满啊 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很喜欢钓鱼啊 秘书啊告诉我 下午两点钟要去剪彩啊 这部战乱电影让我让人啊 感到很震撼啊 天气好热啊 让我汗流加倍啊 经理啊我要下班了 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他这个人啊 长得好畸形啊 天底下没有布老而获的事情啊 你小姐是公司啊 不可或缺的人才啊 你这次的考试成绩很好 希望你再加再厉啊 这场比赛啊 这场篮球比赛正高早迭起啊 你怎么满腹牢骚啊 还是努力工作吧 我看到那个大人欺负小孩 真是有点按捺不住了 好好工作啊 不要老是见义思迁啊 这件事也并不是太难 按部就班就好了 军人啊要有誓死如归的勇气啊 你人啊 其实不错啊 不要再妄自菲薄了 那个赛宝选手跑得真快啊 和长辈说话 你应该要谨守分寸啊 他在公司啊 胡作非为啊 因此受到很多同事的评级 我真的很不喜欢钢腹自用的人啊 当然这个也是很理解 一般我们叫钢币自用啊 那为长辈过世的安详啊 我们这社会真的有各种弊病啊 你的出差费十万元啊 已经向会计报销了吗 我们应该要保护啊 平民绝种动物 那架无人机啊 摧毁了两波坦克啊 你应该要多参与 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 只要我有钱啊 一定会支助穷人啊 我那位女老师啊 做人真是和蔼可亲啊 我下午要去护镇事务所啊 接洽公事啊 你很辛苦啊 我放你几天假去度个假吧 请你不要再妨碍我做事情啊 我偶尔会抽根烟啊 连客户寒暄的时候 你要放自然一点 我一眼就看穿了她的伎俩 这场比赛还好有老师作证啊 让我们比较信心啊 当然 这五十个我自己造的句子啊 有些是绝对错误 有些呢也讲得通啊 但是 呃 成语嘛 就是以最早出现的为准 啊 后面也许讲音一样啊 也讲得通啊 但是我们就是 那不然的话 搞不好还有别的讲法 就是以最原始的为主啊 但是倒在其次了啊 因为也讲得通啊 所以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绝对错误 一种就是也是错啊 因为它不是最原始的 但是也讲得通啊 所以这个道路比较情有可原啊 我们说根据你的报告啊 公司高高层啊 以你一定应变计划 根据 根嘛 出的根嘛 有一个根嘛 有一个本源嘛 有一个依据嘛 就是根部嘛 根本嘛 是用这个根啊 根是跟踪人家啊 根在人家后面啊 就不是不是这个根啊 有一个根本啊 有一个所本的意思 是用这个根据啊 树木的根啊 我妈对我的女朋友的印象 并不太好啊 用这个像 不用人质变啊 像这个啊 当然有些人犯错 这也情有可原 因为这个像跟像 两个很像啊 但是原来是用大像的像啊 所以这两个有点通啊 所以像这种 我们还是尽量用原始的啊 所以第一个根据 是绝对错误啊 像这个是也是错啊 都是错啊 但是这个比较情有可原 因为像可以像嘛 形像嘛 有点像啊 但是原来是用这个像啊 我非常赞成啊 因为用这个赞啊 赞就是同意啊 那赞只是说 言之别人是称赞 这是称赞 称赞当然也是同意啊 但是赞成可能用行动啊 可能用言语啊 用钱啊 用各种 不一定是光是用言语啊 所以这个赞成 呃 某些方面来讲 讲的通 可是他只用言语啊 那你要是说用行动 我用行动赞成 表示我的支持 我的同意 我的行动 用假投票 啊 类似这种讲法 那就不止言语啊 所以还是用这个赞 啊 我一想起 以往已经嘛 啊 这个也是有点以前嘛 以往就以前嘛 以前这个已嘛 不是这个已 这个是已经啊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像啊 这个以往就是从前啊 过去 过去历史 已是已经啊 已经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啊 所以这以前的往事啊 有已啊 这已经啊 当然也是已经发生了 但他只是说已经啊 以往是从前啊 两个不太一样啊 而那儿是那边嘛 那边 我们讲在那边 在这边当然有那儿 没错 可是我们就疑问去哪儿 啊 大陆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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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的节目 爸爸去哪儿啊 用疑问去哪儿 用这口字边啊 一看就知道哪儿就是 不确定啊 那儿是确定在那边 哪儿是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 用这疑问句 或者是啊 就是不确定的时候 用哪儿啊 用这口字边啊 这一般人 常常就根本不写口字边 全部都写那 究竟要吃牛肉面 或牛排呢 那你决策 决是选择嘛 决策嘛 决是决定嘛 你都觉得 你很难决策 那怎么会决定呢 决是果决嘛 决定嘛 你已经决定 那没有什么 决策了 那决就是 到底要选哪一个啊 择定啊 这两个都有点像 所以用这手字边啊 到底要选定 到底要择定 到底哪一个啊 不要老是呆在家裡 出去走走 現在一半都寫呆 這個當然很可笑 呆呆的 呆是停留在哪裡嗎 你是停留在家裡嗎 而不是在家裡發呆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選呆呢 因為像台灣的詞典 沒有呆呆的呆 呆呆講就是呆 英文的State 就是人在哪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呆呢 中國大陸有莫名其妙 中國大陸的詞典詞典裡面 他同意有這個呆 對 不知道什麼想法 呆呆也等一等呆 也可以停留 中國大陸有這個意思 這跟古語不合 而且我們一般經驗法的呆 就是你人現在在哪裡呆呆 這個沒有問題 呆呆的 發呆在家裡發呆 當中國大陸的詞典說呆也是停留的意思 可是這樣子不好嗎 讓人很容易想到你在家裡發呆 這個呆在台灣的加碼錯的 那我個人也覺得錯 在家裡發呆 可是中國大陸很多就寫這個呆 因為他們的字典、詞典同意 所以有時候字典、詞典也是害死人 在家裡發呆 而就算他本來有這個意思 盡量不要用 因為他經常我們一般用是發呆 而很少用停留 所以這個有點莫名其妙 所以中國大陸有些用語言說和題 這民國時代講和題 中國大陸會講的和題 和題是動詞 它不是名詞 名詞是和題 中國大陸會要用動詞和題 和題 我女朋友不再喜歡我 再就是在哪裡 那再就是再一次 再一次用再 就是他不再喜歡我 他不會再一次喜歡我 當然是用這個再 像太多人就用再 不再喜歡 這再不再 在哪裡 不在哪裡 這是 就是 once again 就英文 once again 再一次 當然用這個再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離譜 這個也是一樣 讓我先想 讓我先想一下 你晚一點 你再一次的告訴我 在 稍後再告訴我 這個在是在不在 所以這兩個有點像 都是用這個在 我老闆脾氣很暴躁 動不動就發脾氣 所以這個一般容易搞錯 因為火這邊的灶就是乾燥 天氣熱 缺乏水分 乾燥 這個灶是指人 雖然它有個竹字編 所以一般都是竹字編 跟脾氣 心情沒什麼影響 可是這也沒錯 這個古字 躁動 就是脾氣 性情很焦躁 沒耐心 所以古字就是用竹字編 可是當然問古人說 你為什麼 你又有個心字編嗎 又有個什麼 跟情緒有關 你為什麼要竹字編 這就問古人 但是 古字就是竹字編 有這個暴躁 火字編是乾燥 跟性情沒什麼關係 跟脾氣沒什麼關係 就是缺水 這當然荼毒很明顯 因為荼毒跟茶毒 就少了一痕 所以有人就是 荼毒不太會寫 就嫌茶毒 當然因一念就不對 當然是荼毒 蠟燭 停電了 讓我們點個蠟燭 蠟燭很奇怪 這個蠟燭不對 這蠟月 肉質編 蠟肉是可以拿 蠟肉是豬肉做的 蠟燭是用蟲質編 奇怪 這個蠟燭是用動物的脂肪 可能以前用鯨魚 鯨魚很大 裡面有油脂 點蠟燭 用肉質編才對 對呀 鯨魚很大 它是肉 這個月就是肉 月跟肉通 怎麼會用蟲質編 是沒錯 但是呢 以前西方最早的時候 連鯨魚都還沒釣到的時候 很早之前 用的叫蜜蠟 什麼叫蜜蠟 就是蜜蜂 蜜蜂中間有一些油脂 可以取它作為蠟 最早叫蜜蠟 蜜蜂是昆蟲 所以中文從英文說 外國人最早用蜜蜂 用蜂蜜 裡面可以取這個油脂做蠟 所以用蟲質編 當然中國也許最早搞不好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它用蟲質編最早 但是從道理來講 月質編肉質編也對呀 因為這可以連魚也可以連肉 像鯨魚或一些動物的脂肪 而且好像跟對 可是古代已經先用這個蜜了 所以有時候後面也許也有道理 也許更有道理 可是這怎麼辦呢 那字已經定型嘛 字不能亂改 而且你說用肉質編月質編合理 可是古人已經用這個蜜 所以你接不上軌啊 你說現在用這個肉質編 可是古人的古書用蜜字編 所以我們就是 不管是成語或者字 就是詞啊 就是跟古人用 這樣不會亂 古人也有他的道理 只是後來現在人已經不知道 古代人的道理搞不清楚了 而且覺得現在有現在的用法更合理 可是那就會亂的套嘛 那你說你有道理 那別人又說別人有道理 他又說他有道理 五根又說五個道理 五種寫法都對 那不是亂的套 所以還是這本說語言 還是有一致性的寫法 比較好 哇你的房間有很多手勢啊 你說手勢也沒錯啊 我手上有很多飾品啊 我帶這個 我帶這個 鑽戒啊 我手環啊 帶玉環子啊 都很好啊 手勢沒錯啊 那為什麼 用手 手就是手要嘛 低優先也是頭嘛 手領嘛 他當頭嘛 手領 那古代是用為什麼 因為古代 因為頭比較看得到嘛 因為你手的時候 有袖子啦 或者有時候手不一樣 因為人一定看臉 第一面一定是看臉嘛 你比較不會看腳看手嘛 當然衣服會看 但是臉看 因為人見人就說 你要先看眼睛嘛 你不要說 我先看你胸部啊 我先看你褲子啊 女的看男的看你開檔處啊 男的看你的胸部 不禮貌嘛 這第一個就 眼睛對眼睛 眼睛就頭了一部分嘛 所以古代就說哪裡最清楚啊 你有各種手勢裝飾品 戴頭上嘛 戴頭髮上嘛 髮夾嘛 髮粘嘛 或者臉上啊 耳環嘛 到現在有鼻環啊 什麼東西 甚至化妝嘛 臉看得到嘛 所以用頭部的飾品 所以古代有頭部的飾品 一目了然 第一面就看到 哦 第一面我的頭髮這個髮夾 髮很漂亮啊 哦你的耳環很漂亮啊 哦你的臉部嘛 那手勢也沒錯啊 所有會看到 可是它比較不容易看到 你一穿 一穿 一穿長袖的 就看不到 哦 那期貨就是很稀奇的嘛 當然用這個期貨嘛 啊這個上面這日期的期就是 Future Future就是 像金融商品啊 除了股票啊 債券啊 黃金啊 期貨啊 就是用 現在你出多少錢買未來的商品啊 所以股票啊 比如你開盤啊 它多少錢啊 現在一支股票 三塊五啊 接下來會漲幾毛 跌幾毛 或者不動 而期貨就是說 你現在是買未來一個月啊 未來三個月啊 未來的東西啊 所以一般人會比較投機啊 所以那期貨 當我們這邊用 很稀奇的貨品嘛 那不是未來的貨品嘛 期就日期嘛 但是它是未來的日期啊 圓滿 我們這樣說完成的圓滿 我們口語就知道 不會說完成的很完滿嘛 所以有的人也不知道從哪來 就很完滿 但很完整 很圓滿也說得通啊 但是就是不是這樣寫啊 因也不一樣 我們說圓滿嘛 圓滿當然也是宗教用詞啊 圓滿就休息完了啊 就是超脫三界之外 我們講圓滿啊 我們後來就說 這事情做的一百分 階級一百分 做得非常好 做無用意 非常好 用圓滿嘛 小時候用這個後嘛 後就是時間嘛 那個時間嘛 後我們說等後嘛 就時間嘛 後面這個小時候是後來 我小的時候的後來的不變大人了 那就不小時候了 所以中國簡體制啊 因為它這個後啊 簡體制變成皇后的後 然後就更離譜了 所以簡體制很糟糕啊 但簡體制的發生是 當時的一個時代的需求 因為毛澤東那個時代啊 因為但是文盲很多啊 字都不認識了啊 有些字你看 喜歡的歡啊 鐘啊這些字 這個神所的神很難寫 所以就用簡體制就好寫 有它的背景 但簡體制也是莫名其妙 因為簡體制基本上用中國的草術啊 來取樣 可是有些字 那又莫名其妙 有些字很麻煩的啊 像神也是有簡體制 但是有些字啊 有些字啊 有些字它就很複雜 它也沒簡體制就很怪啊 但是簡體制是時代背景 可是現在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它的負面就是說 它不能跟中國古書接軌 接不上 還有書法 你書法哪有寫簡體制的 而且現在都是用這個 比如你用手機 你用發音 發音一念 字就出來了 或者電腦啊 你用這個打字嘛 打字可能用注音啊 可能用這個 簡碼啊 用什麼碼 就基本上沒問題嘛 你真的 現在一般用筆寫也是有啊 但是因為你大量的使用 說用打字嗎 發音嗎 注音啊 書 這些字的麻煩 就比較少一點 而且現在文盲很少 所以真的是 中國大陸應該要再 痛下決心啊 找個什麼時期 先是雙軌並行啊 簡體制跟反例制 都可以用 大家習慣一下 慢慢簡體廢掉 因為它不能接軌嘛 因為它是歷史的 霍然的產物啊 偶然的產物 它不是必然的產物嘛 因為 字的眼鏡是可以啊 可是你要合乎邏輯嘛 符合規則嘛 要邏輯性嘛 那不是硬是把你弄成這樣 這個很糟糕啊 秘書告訴我啊 下午兩天上去剪彩啊 那不是這個彩啊 這個彩是當彩色的彩 花彩啊 彩色啊 色彩繽紛的意思啊 那為什麼用剪彩 彩就是繩索啊 因為我們說剪彩啊 就把那個繩子剪斷嘛 不管它的彩是什麼樣子 所以以前很早就是 像那個船啊 它用新的船下水啊 當然現在後來是用很多什麼香檳啊 丟過去啊 當然最早就是 它那個新船下水的時候 它跟碼頭綁在一起啊 然後大官啊 老闆啊 有名的就過去 把那個繩子剪斷啊 船就可以開走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啊 這個什麼破土典禮啊 動工典禮啊 這個大咖啊 有名的人啊 老闆啊 就過去啊 有時候好幾個人站在一旁啊 就做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拿一個圓球 象徵性的把土採一下 就是破土嘛 動土典禮 另外就是把那個 採那個繩子啊 它本來就是繩子剪斷啊 這才剪斷啊 而正漢嘛 漢是 漢這個為什麼手字編啊 你說用正漢心字編 合理 非常合理 我心裡震動 是沒錯 可是中國人古代就是用手字編啊 所以這種寫錯就寫錯啊 但是當然盡可能還是用原來的字啊 因為漢 用手去漢動 所以正漢不一定是你心裡覺得漢動 有時候地動三搖啊 這個地震啊 很撼動 當然你心裡也會撼動 可是就是這個東西會移動啊 因為很多人用手嘛 就表示有個動作啊 所以古字是用正漢 用手字編 所以儘管正漢也很 有道理用心字編嘛 但是古字已經用這個漢講成習慣嘛 而且這個正漢當然也是有心理的意思 地震嘛 地動三搖你心裡會不正漢嘛 它已經隱含有心理的意思啊 所以這種我們都還是用原來的字比較好 那天氣好日啊 所以讓我漢流夾背啊 全身上這樣濕透了 夾嘛夾起來 你說我流汗把我漢把我背夾起來 這個搞不懂嘛 講不通嘛 夾 那為什麼水字編 你看水字編漢流嘛 你看漢也是水字編嘛 流也水字編嘛 夾也水字編嘛 只有背 背 沒有水字編啊 但是流失也是背 也是流失 夾就濕透 流很多汗 所以我的背呢濕透 就是合理 到這個夾之下很多不會寫 不認識 所以有些成語你不認識 這你就不要寫 你就不要講 或者你音會講 但是這就不要寫 你就用別的嘛 說我全身都濕透了 也可以嘛 那你真的要用成語 那你就用對了 你不要說 我就非要用這個成語 但是我不確定 或寫錯 我不管我就要寫錯 那就不要了嘛 所以很多成語 不要亂用 你如果確定就用 你如果不確定 反正這個語言勢通發達嘛 你可以用其他表述方式嘛 或有空再查到字典 你不要說我就非要用這個 但是我也不確定 而且可能錯 我就不管我就非要用 那因為為什麼語言會亂得套嘛 你說你寫錯了 但是你可能知道錯 也可能不知道錯 毋用了 但是小孩子嘛 其他人 比如你教授 用錯了 教授也可能寫錯字嘛 人家說我小孩子啊 年輕人 問教授你一定對的 就跟著用錯嘛 所以現在這個兩岸啊 中國大陸啊 台灣啊 就是用錯字太多了 當然除了這種 已經忘記怎麼寫 不知道怎麼寫完 還有一大堆火星文啊 同英文啊 還有這個時髦用語啊 這些一大堆 這是 有些字 他自故意寫錯啊 像 報紙電視 一些標題啊 他們用同英字 他知道那是不對的啊 可是他有時候用過反白用什麼 表示我別出心裁 可是這種東西也少用 偶爾用詞也沒辦法啊 但是這樣少用 為什麼 你是知道啊 報紙編輯記者啊 你是知道這個字錯誤 我就故意別出心裁 而且我用反白 可是小孩子不知道啊 學生不知道啊 學生就以為是這個字啊 所以這種字就是偶爾用詞啊 偶爾為詞可以啊 那你要反白啊 或者假註一下啊 或者大人看到的時候跟小孩解釋 你不然的話用太多 小孩子什麼腦筋都亂掉了 他搞不清楚啊 報紙報紙雜誌上 電視上他就以為是對的啊 他不知道是同英啊 他別出心裁 不知道啊 所以這種孩子 盡量少用為妙啊 會亂掉 經歷完下班了 還有什麼時候交代 你說交代好像 這個代啊 也對啊 好像講得通啊 正確當然是交代 為什麼呢 第一是等待嘛 你有什麼事情要交給我等待做 好像也講得通啊 但是原來交代有互相嘛 兩個都是互相的意思 交嘛 我交給你嘛 代我代替你 你要交代我讓我幫你做嘛 就是你交給我 然後我幫你做 代替你幫你做 這原來更合理嘛 所以用交代啊 然後你這個交代交給你 然後待會兒 待命 好像也講得通啊 但是 就是 原來的 就是用這個習慣 所以這種人很討厭 所以很多錯誤就是說 他原來的意思 他不確定了 可是他覺得用這個字啊 也合理啊 就用成習慣 但這種就是 這個後遺症就是亂的套嘛 因為就是一種固定寫法 一百個人都一種寫法 大家不會亂嘛 那你說 這個有三個人五個人說 我覺得這個字啊 同音啊 或這個字也對啊 也講得通 我就用 那麽只要有道理 人全部用 那不是有七八種寫法 亂七八糟 那到底用哪種寫法 不是 就很多事情就不要亂了套啊 所以我們說規矩啊 很多禮儀啊 規矩就是固定下來 固定下來 當然你說我別出心才 我就算不一樣啊 我有了方法 是沒錯啊 你的可能更好 但是呢 除非大家都接受 就大家一起改 更正 那如果人家覺得 我這個就很好啦 你那個只是講得通 也可以講得通 別人也講得通 他也講得通 他也講得通 那不是七八套嘛 所以就說盡量不要亂 不是說 有些字詞的用法 就講不通 他講得通 可是容易亂掉 他真的長得好機型啊 機型是用這個形狀嘛 這個很理解 很容易理解 形狀啊 這個形就是什麼 你說汽車啊 什麼商品 什麼型號啊 他是比較講 那個某一個model 某一個型號 這機型的形狀啊 這比較通俗啊 用得廣一點 不然貨 你說貨也講得通啊 可是他貨 這個核字編是指農產品 可是我們說不好貨啊 你可能是得到錢啊 可能得到汽車啊 得到什麼物質啊 物品啊 不一定是農產品啊 所以收貨 收貨就兩個 你如果是農產品的收貨 用盒這邊沒錯 可是你的收貨可能是錢啊 可能汽車啊 可能是獎金什麼東西啊 那就用這個貨啊 所以這個 犬字編的貨啊 本來是打獵的意思啊 打獵是物品 他用的比較過啊 核字編只是指農產品啊 呃 李小姐是公司不可貨缺啊 這個就沒道理了 不可貨缺 有這個貨啊 你說不可貨缺 收貨嘛 然有缺乏 這怪怪的啊 貨缺就是可能 就是連可能缺少都不行 就一定要 李小姐是公司 一定要的人才 必於的啊 東北人講必於的啊 我們講必須的 必於的 那就是 連貨就是可能嘛 連可能缺少都不行 就一定要啊 就或缺了 那這些債利 合理啊 甚至古人有寫這個利 像這種就比較無所謂 可是 一般是用這個利 沒有利子編的啊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利是獎勵嘛 你說再接 就是再去做一件事情 再去獎勵 也怪怪的啊 那這個正確的 這裡再接什麼利啊 本來我們講厲害 你說再接 再做一次更厲害 也不是那個意思啊 所以中國古代一些利啊 就是 在鬥雞 鬥雞之間把雞的嘴巴磨利 就再比賽一次 再比賽一次 或者 反正比賽之前啊 就是 原來的意思就是 把雞的嘴巴磨利 希望鬥雞贏 它原來的利是磨利的意思 在比賽 把雞的嘴巴磨利 才容易贏得比賽啊 然後後來 所以很多成語啊 習慣用法都是有原始的意思 比較窄 後來越用 越寬廣啊 所以再接再利 然後就變這樣了 那這場籃球比賽上 高潮跌起啊 跌是堆跌嘛 堆起來 高潮堆起來 又產生起來嘛 也是 邏輯上也是不好連結 跌就是不斷嘛 跌就是再一次嘛 不斷一次又一次嘛 高潮不斷的發生嘛 高潮一波接一波嘛 所以這個跌啊 當然現在很多人也高了 也不會這個字 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跌就是不斷 繼續不斷的意思啊 你怎麼滿腹牢騷啊 你不如還是努力工作吧 你說牢騷 當然 這個比較明顯 用做監勞的勞 而不用 勞力勞 跟著說 寫錯誤說 你怎麼滿腹 你怎麼勞動力 做了很多勞動啊 然後 不爽啊 抱怨啊 跟這個勞騷意思倒是本來一樣啊 但是 古人已經有習慣勞騷 你說 是不是在監勞裡面啊 去搔養 不是 勞啊 當然是監勞 但是 以前啊 因為很多字通用啊 就是牛眷 牢籠 你看 為什麼叫 乖牛 你看 牢 不是下面牛嗎 你說下面應該人嘛 關起來 囚犯 關人嘛 囚犯應該是人嘛 所以你看 囚嘛 上面一個像國家的國 裡面一個人嘛 把人家囚起來 把人關起來嘛 可是牢 你看奇怪它不關人 它上面不是人 是牛 所以最早的時候就是 在牛圈裡 把牛嘛 白天給它放出來吃草 晚上嘛 就把它放在牛圈裡面 所以 牢是牛圈 最早 然後後來就把引用為 監牢 牛在牛圈裡走不出來了嘛 門關起來了嘛 後來就 這個好 用到這個牢 把人關起來 像把牛關在牛圈裡面 走不出來 出不來 就變監牢 所以原來是牛圈 燒呢 就是燒癢嘛 可是你幫牛 牛燒癢也沒什麼 刷嘛 刷 後來變燒 在牛圈裡刷馬 刷馬工人 薪水又不高 刷不乾淨被老闆罵 被園外罵 就很多粵語 所以牢騷 在牛圈裡面刷馬 又刷不乾淨 又髒 工錢又不多 然後產生很多怨言 所以又牢騷 這當然像一般人不知道 有這個典故了 我看到那個大人欺負小 也真的按捺不住 耐是忍耐嘛 好像也對 我按捺不住 可是我按下去 又忍耐 什麼叫按下去忍耐 又沒辦法了 這個也是有點轉折 怪怪接不上 按按下去 耐也是按按 我們現在叫按 按電靈 有人叫按電靈 有人叫按電靈 有些圖話叫按 就是都是按 耐指摩 耐指印 就是壓一下 有時候你印章忘了帶了 又按一個大拇指 就耐嘛 就是按 就是按 按不住了 就是意思我身體 我要起飛了 我要跳起來了 我看到這個大人欺負小 我這個人爆了 這個爆掉了 我要跳起來 我按不下去 我這個人按不下去了 我要跳起來了 就用這個耐 好好工作 不要老是介意四千 見到不同的 就四千嘛 你看到那個房子漂亮 我就想搬到那邊去 就看到不同 就是人的心 就說心不定 看到一聽說 我這個工作 薪水三萬五 我一個同學說 他在公司跟我做差不多 四萬塊多 五千 我就想走 搞不好 如果原來的公司福利比較好 或是申請管道比較創統 或者原來的公司比較穩 那家公司啊 薪水高一點 可是要福利差一點了 可能也許公司做不久啊 所以叫建議嘛 看到不同的時間 就想搬過去嘛 不是建議時間 進到義氣怎麼會有時間 進到應該建議 失定 失故 才對嘛 所以這個當然很明顯就不對嘛 這件事也不是太難 按不就班就好 為什麼不能用按部 按部也對啊 按照步驟啊 步驟啊 按照腳步啊 不就班 這樣好像合理啊 可是就班也講不通了 按照步驟走 可是那什麼叫就班啊 按照步驟是對啊 可是就班 就是班級嘛 按照步驟 步驟去上班嘛 按照步驟去班級上課嘛 上班上課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啊 那不是嘛 因為很多這個成語啊 或者習慣用網 是古代嘛 古代叫做班跟朝 這個啊 這個 班跟步啊 什麼意思啊 你看 古代皇帝啊 當然歷朝歷代不一樣 比如我們說 唐朝 皇帝 坐在上面 你上朝嘛 上朝你說文武官 我們說文武百官嘛 文武百官你不能混在一起嘛 但是皇帝一看嘛 找一個大將 在哪裡找不到 文官 佔一排 或者一排不夠佔兩排 就是文官佔一邊嘛 武將佔一邊嘛 比如說皇帝 在上面 坐在寶座上面 龍椅上面 一看哦 比如說我左邊都是文臣 右邊都是武將 很好分嘛 我要找文臣 大臣 我就看左邊嘛 去找嘛 而且官階越大越站在前面 就很好找 或者教醫生也知道 所以古代上朝說 班就是武將 布就是文官啦 宰相可能站在最前面啦 武將啦 這個五星上將啊 四星上將在最前面啊 中將可能站在後面啦 少將可能參加資格方面 所以叫班布 暗布就班 也就是說 你到底是 但這邊有一個班 有班 按部啊 這個布嘛 按部嘛 按照你布 布就是文官嘛 你文官就站在文官那邊嘛 舊班就是 走上去的意思嘛 舊位嘛 舊時嘛 就是上任的意思 那你是武將 你就站到班布 你不要說文官站到班 武將站到布 你就說 拜託我們這個文官啦 那一個武將嚇死了 可怕還帶刀 當上朝是不能帶刀啦 就是 班跟布 不能混為一談 所以按部就班 你說文官 如武將 你就 你就在一個地方 所以按部就班 就 持續不要亂的意思啊 軍人 就是要 事實如歸 事就是看嘛 把死這件事情 看似好像你的歸處嘛 就不怕死嘛 你說我發死 發誓要死 那軍人誰敢當啊 我發誓我也要死 當然你要下軍運狀 可能會死 可是你去打仗可能死 沒有人希望打仗會死嘛 你不是我發誓要死嘛 你說我發誓要大勝仗可以啊 我發誓要死 那誰敢當去 我爸 就是說我如果戰死了 我說我也不怕 不死當最好 但如果戰死了 就像我的歸祖 城歸城 土歸土 這是看著 而不是發誓 發誓 發誓的話 老婆小孩也不幹了 爸爸你不要出征了 你出征了 你發誓要死啊 那人吧 這怎麼行啊 你人其實不錯啊 不要忘記匪伯 匪就是 跟伯很像啊 就是 當然念菲律賓 我們通常念菲啦 或者那個主持人張菲啊 但這邊念匪 匪伯就很微小 就是說你人其實不錯啊 能力也不錯啊 你不要把自己看成很渺小的意思 那個匪啊 你把自己當土匪啊 書也匪蟹啊 這是比較交不通啊 匪也是符定的意思啊 但是原來就是微小的意思 只能這樣講啊 那個戰保行動跑得很快 你說常常的跟的啊 就是 的就是用英文來講比較快啊 就是英文比較注重 文法比中文注重 這個的就是形容詞啊 這個的啊 是副詞啊 你說很快嘛 可能當然是形容詞 所以副詞修詞形容詞 跟副詞 主要修詞動詞啊 也是形容詞 副詞 很快嘛 很快的啊 很快的啊 什麼什麼的 找得很美麗的啊 我們只講很美麗的 但英文一定講beautiful 它是形容詞啊 所以這個的是形容詞 跑得很快的啊 很快形容詞嘛 所以副詞修詞啊 但長輩說話 你應該儆手分寸啊 你說儆手 也對啊 很儆儆的守住啊 但是原來古人用的是 緊就小心 你要很謹慎 要小心 你可能很緊緊的守住 可是啊 你搞不好你守的不對啊 所以 緊這個詞還不夠精確啊 你只很緊密的守住 可是你搞不好錯了 緊是很小心 很謹慎的 就是什麼是對 什麼錯 要小心 要很謹慎 不要做錯事情 所以要謹守啊 他在公司啊 胡作非文言之中 很多公司評級 你說評級也對啊 批評嘛 也對啊 所以現在很多用語 你用像解釋當然對啊 可是古人是用評啊 評就是語言或文字公文 所以這兩個很像 所以這種東西容易寫錯啊 可是 你說我就是 言字邊是對啊 沒錯 可是古人已經習慣用評級啊 所以就還是找古人了 所以 所以 所以現在已經不知道手字邊什麼 可是這個手字邊用奇怪啊 用語言文字 可是他用手字邊 用語言文字 反而應該用言字邊 所以這個 用言字邊的評級好像更對 可是麻煩就是 古人已經先用這個了 而且他本身就這個意思啊 算他有任何手字邊啊 所以說就很麻煩 那還是用古字吧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 剛壁字用 那這個剛負字用 當然就錯了 念音就不對 只是他有一點 跟這個壁這個字有點像 所以很多壁寫不出來 就用剛負字用 壁就任性啊 這個很強 陽剛啊 很執著啊 又很任性啊 所以剛壁嘛 那位長輩過世很安詳啊 因為我們習慣用這個安詳啊 就是很從容的態度啊 安詳當然 但嚴格講起來 也不是說只用在過世 你說要做的事情啊 做得很很從容 很穩當啊 也可以 可是有時候語言嘛 就是後來慢慢用在人死的時候 語容很安詳啊 用習慣啊 你說再用這個人做事很安詳 你說睡得很安詳 也可以啊 可是現在就不用啊 就是你幹嘛揍我死啊 這語言的意思啊 會變啊 但是用這個言字變啊 不用 這是祥和啊 祥和的意思啊 這個當然很離譜 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弊病 弊是錢弊嘛 當時一定錯的嘛 這是同音嘛 所以一般這個就比較無視 弊就是弊病嘛 不好的 病也不一定一定是生病 我們說社會的弊病啊 就是貪污腐敗啊 也可以是一種病症啊 就是一種延長性的用法 所以用這個弊啊 你的出財費十萬元 已經向快期報銷了嘛 你說報銷 消除了嗎 也對啊 但是習慣已經有這個精字變啊 本來銷毀嘛 把這個金屬融化掉 銷毀啊 銷也就除去啊 或者完成 有這個意思 就是已經報上去了嗎 把它消掉了嗎 完成了嘛 它是用精字變啊 所以這個也是討厭啊 你說報銷這個水字變好像對嗎 消除了嗎 包上去就把這筆帳消掉 好像有道理 可是這是錯別字啊 一個習慣就用機制變啊 我們應該要保護瓶瓶動物 瓶就頻繁嘛 你說還經常要 要面臨絕種 什麼叫經常 那要絕種就絕種 又不絕種 那滅掉就滅掉 還有經常 冰就是接近 水之變是接近 跟瓶很像啊 這叫疊字啊 或者叫負義字啊 就是接近邊臨 而不是平平的啊 經常的啊 不是 摧毀用手這邊嘛 不是用人嗎 你說催促啊 用人去催人家 我跟你討債啊 催促你啊 媽媽爹你想要做什麼事 用人這邊可以 可是催啊 用力量 用手啊 把東西弄壞掉 用手這邊啊 你應該要多參與啊 學校的課 社長活動 這參與啊 這個念慾啊 一般是合集 就是用慾啊 但是參與當動詞 慾分參與 同樣的意思啊 參加嘛 慾 慾我們講慾會嘛 也就參加了意思 出席嘛 就是慾就參加 這邊慾就參加了意思 所以用參與啊 慾就是給人家嘛 你說參加又給人家什麼東西 就不是嘛 與人口食嘛 烙人口食嘛 烙人化病嘛 只要我有選一件支柱 支柱用錢嘛 支是錢的資金嘛 用錢幫助人家嘛 用支 你說支柱 支持幫助也對啊 支柱 當然支是捲舌啦 支是不捲舌啊 兩個不一樣 所以支柱用錢去幫助啊 原來是意思比較合理啊 你說支柱也對啊 我支持幫助嘛 可是支柱更好 我直接用錢幫助你啊 我那位呂老師做合愛可親啊 愛是用這個草字頭 因為這個語字邊啊 語字頭是霧氣 啊 這個這個很和善 然後充滿霧氣 然後很可情 也怪怪的嘛 這個愛是親切啊 這個很和氣 很親切就對了 我要去 下午要去護神事務所接洽公室啊 你說洽 我們說融洽嘛 就是和樂的意思嘛 我去接洽 這也沒什麼合不合的 或者辦公室嘛 恰就是 他當然有和睦的意思啊 就他另外一個商談 我要去辦一件事情 談一件事情啊 用恰 當然談了希望和樂的人 不希望去商談 談到吵架嘛 我們渡個架 渡是渡舟啊 水上行舟啊 水之邊嘛 渡假你搞不到山裡去啊 跟水沒什麼關係啊 那渡就是過渡啊 渡過一段時間 把時間花在去出去玩樂上面 水上渡啊 妨愛啊 用女之邊的啊 妨是妨是妨子嘛 你不要再妨子我 好像也對嘛 但妨啊 一般就是古字還是用妨嘛 就是 就是阻擋的意思啊 那這是妨是 妨是妨範的意思啊 好像妨愛 好像也對妨範啊 你愛著我 我會講的更合理啊 可是不是 古人已經習慣用這個方 我偶爾會抽根葉啊 這邊沒寫上去啊 這邊講下去 就是 習慣性的用這個啊 用這個 偶爾 你說偶爾 偶爾 好像這個也講不太出來 但就習慣性這樣 偶爾啊 我看客戶寒暄說 你看這個口字邊跟日字邊 你要放字來 寒就是 暄啊 宣就溫暖 什麼意思啊 這個上面這個不對的啊 這個宣是宣鬧 你看客戶去 宣鬧 大聲叫 那是乖乖的嘛 跟他吵架 然後又是含 吵鬧 然後又含這個接不上啊 這個寒暄是什麼 寒就冷嘛 這個寒冬嘛 宣就是溫暖 熱嘛 那你說一下冷一下熱 怎麼會變 聊天嘛 就是 古人的意思就是說 你跟一個人啊 就是 這個 不管熟不熟啊 這個 可能幾天沒見面 你要跟他含旋一下 聊聊天嘛 畫夾子打開嘛 就是 那通常什麼 通常在台灣都會講吧 你吃飽了沒有 就是一個開場白嘛 那另外一個說 天天氣啊 好冷哦 你穿的衣服不夠 我今天天氣好熱哦 你怎麼穿那麼多會不會熱 這就是聊天的話題嘛 不管你說 你吃飽了沒有啊 你最近好不好啊 我今天天氣好熱好 就是一個 開場白嘛 所以寒暄就問一下 冷不冷啊 熱不熱 就是也沒什麼意思 就開場白嘛 就 畫夾子就 寒暄嘛 聊聊天嘛 聊天你總不能直接 要轉換一下嘛 總不能說 哎那個錢 我沒還了 你可能說 你最近過得不錯吧 手頭方便吧 你好像還欠我一點錢嗎 是不是該還你 你這樣是有一個層次嘛 不要一見沒有 哎 欠錢 還我 不然我宰了你 那是多冷靜啊 就寒暄嘛 我一眼就看上技 所以這個技 就是 就是技巧 所以這個技 技兩寫錯 這也很冤枉 因為這技兩就是 你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謀略啊 你有什麼手段啊 但是古代用這技啊 當然這技還有別的意思啊 還有技女的意思啊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有業度之動的技女 就是有時候 歌技 古代的歌技不一定是賣春啊 有時候叫做賣 賣藝不賣人啊 所以它原來是借技巧啊 可是古之就用這個技兩 那怎麼辦啊 所以你說這個技兩更通俗啊 更好啊 可是沒辦法 古人已經用這個技兩了 這場比賽還有老師做賤啊 對我們比較清楚 做賤好像也有道理啊 但是做賤啊 鎮在這邊 鎮守這邊 以前古代大將 鎮守邊疆 鎮在這邊啊 就是敵人不敢入侵啊 所以做賤是沒問題 但是說一般就 有時候搞不清楚 做賤 做在鎮頭上 做在鎮地裡 好像也是有道理啊 可是我們一般是用做賤 鎮住在這邊啊 所以這邊五十個裡面啊 對 有些是絕對錯誤啊 有些是 看起來也說得通 那可是 儘管說得通 高幫我意思還更好 可是我們就說 為了 不要混亂起見 還是用原來的意思啊 比較好 那如果是絕對錯誤 就不要犯了 那最後就是我有20個 YouTube頻道請盡量訂閱 如果能力可以的話 就小額啊 donate一下啊 這些這樣子的